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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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间房子 那我问你 这三间哪两间比较大? 那一间和那一间 这间跟这间比较大? 那这间比较小? 那我问你 问问题 你站过来 放在这边 我跟你讲喔 这个故事呢 是有两个囚犯 跑到了这间房子来了 可是呢 这个房子是属于 这三个房子的主人是同一个人 那我要抓这两个囚犯 那你觉得 你会怎么办? 然后这个主人非常有钱 然后你看他有没有看到很多跑车 你看他有没有跑车 几台跑车 看一下 1 2 3 4 5 6 对 可是你只有几台车 快点快点 我们来看一下白雪公 你是不是跑车比较少? 对 你要怎么打败他们? 我要抓这两个囚犯喔 可是这两个囚犯被这个主人保固 这个主人是火克船长 来 找到很凶 他是这两个 这边的主人 那他很有钱 又有很多跑车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把这两个囚犯抓起来 我会 我会躲避他们的攻击 怎么躲避他们的攻击? 挡来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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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偷偷绕过去,然后呢? 然后等它们再轻轻轻轻轻的把他们两个拿起来 然后把他们拿起来,然后再把他们拿起来 一起抓住? 哦,了解 那我提供你一个方法吧,你过来这边 我提供你另外一种方法,你看你觉得OK 好,两个囚犯子 今天呢,他就说 白雪公主跟灰姑娘,我们现在抓这两个囚犯 然后你看这个城堡的主人,他很有钱,他有这三个屋子 然后呢,他非常有钱,而且跑车很多,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来,白雪公主,你先开一辆跑车,开到这间房子去想想他呢 然后,这样子的话,那个主人看到说 天哪,有人开着跑车,来我家示威了 他把所有的车都开去,这个黄色的房子前面 去跟他一起示威,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你看到 这个主人开着六辆跑车的时候,你赶快逃走 这时候,会姑娘赶快驾着另外一个跑车 到了他的粉红色房子前,也去示威 然后这个主人,你赶快开着六辆跑车 开到这边,来示威 然后主人觉得有点忙,因为他一直在这两间房子中间 滑来滑去滑来滑去,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 滑来滑去滑到他有点累了 这时候,我就开着我的跑车 偷偷的跑到这间房子 把这两个人逮捕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 应该很错,对不对 是吗? 然后跟你讲,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叫做孙子的人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孙子病房 他说,如果我今天要去攻打一个国家 他原本是一个很近的城市 一个城,一个房子 你想要攻打他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先攻打他 你一开始先攻打远一点点的 然后先消耗别人的力量 然后再去攻打近的 这时候这个近的就非常好攻打了 就像刚刚这样子啊 你先让这个主人啊,以为说 你最喜欢的两个豪华房子被别人示威了 你要趕快去开着你的跑车 去这边挡来挡去,挡来挡去,挡来挡去 你的力量都花在这里了 就没有力量去看这两个囚犯了 所以这两个囚犯会轻而易举的被抓起来 因为这边没有人看管 也没有人保护他 对,如果他们有力量力量去 然后还在这边,他们就可以抓他了 没错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 蛤?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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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不对啊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要录 就是孙子兵法里面的祭篇 祭篇里面说 如果你要攻战禁的城市的话 你可以先从越来的开始 这是一种祭谋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说掰掰囉 掰掰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再给支持 拜拜 拜拜